三叔酱牛肉 酱出传统味道 好嘞 借点花刀 盖一下刀 盖一下刀 要太块太大 它不易入味 多漂亮 哇 鲜嫩 哎 你看 你看 可以 黄酒 葱如 葱 葱 不 这么大掉 这么多肉你得说 瓜椒 一把 大料 大料 盐 盐 这不能少 炸葱白糖 好 香粉 来 这五香粉 香酱牛肉 我撑了撑啊 五香粉是10克 给这牛肉做一个小的按摩 咱们是腌牛肉 这好多人哥这俘虏啊 一个是上颜色 二人入味 发酵的东西 把这牛肉拿的这味更好 对对对 黄酱卸一下 全倒进去 全倒进来 咱们这个牛肉 今天切这么大块啊 咱们腌多少钱 我觉得怎么着 这六七个小时吧 您是专业的 半瓦里厚嘛 咱们把葱姜一切 往里厌就起火 行嘞 老姜啊 可以切不规则了 没关系 但是你必须切 这一块老姜啊 大木豆了 够了 因为待会儿我们炖的时候 还要把它打一下 咱们把这盲盲封上 我说明天吃你的葱姜 今天晚上炖 对 比如现在三点吧 你再晚上九点炖 喝那个淀粉包的 开两开 一开锅以后炖半小时 发动成那个 保温 对 在这闷会儿 让十天早上您一看 绝了 全进味儿了 来 咱们把牛肉腌上 现在网友们 我跟英勒 给你们腌得非常非常的清晰 得到你们记得 你记不住 五千块牛肉 给我开始视频 盐盐 来了 太好了 白叔 看看 牛肉好了 腌好了 你看 好几个小时 可以讲他了 花椒 新鱼 碧锅 撒料 菜之后 新姜 红椒 这可是什么都没放啊 中油最好啊 炒菜都中油香啊 用油吸发它的香味 对 焦料不要太多 可以 点葱头 黄酒 再次网上去的料酒 泡牛肉的这个 泡出来的那个酱汤 对也要要 糖色啊 记住 一碗糖色 一碗 来 烧开待会儿 好 这汤怎么着啊 好 接下来咱们去看盐色 是吧 嗯 盐子你觉得怎么样 觉得 还可以再深点吗 对 咱们放一点老抽上色啊 盐 这点盐 全喝一碗 对 像我们的东西 不怕 好 咱们再进去 对 黄酱碰见黄酒特别香 嗯 好香的 黄酱咱腐乳 碰一块 又是这个酥和的香 啊 那么酥香花椰大量 嗯 黄铁哥 提出它的味儿的情况 啊 不宜太大的味儿 吃的还是牛肉的酱香味 干啥就要冲了一下 打磨咱我们要冲一下 除非我们的料还有搁里头 这汤您做的是正合适 我把这料呢 拿水 过一下 我再倒上 对 料理全倒回锅里了 来 来 咱们灭了火以后 温了几个小时 看看 不合适 不是这个 啊 这绝对入味儿了 给这筋多漂亮 软烂炫香 对 不破其形 传统计法里外都入味儿 给三叔点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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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